升学问题解答 通常每年都会遇到很多家长会问我 其实去外国读书 很多时候不是住宿社 就是住一种叫住宿家庭 有些家长再改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寄养家庭 通常我就会笑 不是寄养,好像都这么难听 其实这叫寄宿家庭 在外国来说寄宿家庭是很普遍的 寄宿家庭来说 一般来说他们是一个很健康的家庭 一个家庭 他就会多了一间房子出来 他就会用这间房子的空间 就会租给一些国际生来读书 就会提供食宿给他们 很多时候家长就会担心 安全性等等 其实都是这句 这些寄宿家庭 第一要有一间房子出来腾空 第二又愿意去照顾你的子女 其实他们在爱心上 其实已经爱心爆棚了 安全问题我们做了 公司开了整十五年十六年 其实都未遇过有任何寄宿家庭来说 就是虐待我们的同学仔 各样东西 好,那长话短说 讲解一下什么是寄宿家庭 通常同学仔在出发前 就会收到住宿家庭的资料 包括他的相片 各样东西 当中有些相片 就会讲到他家的大小 一些家具 甚至他自己的房间的设施 有些什么 同学仔去到那边 一般来说 床铺的东西全部都有齐 小朋友同学也不需要 带一些睡袋 一些东西过去 因为那边学校的家庭 都会提供了 至于每日的食物 其实外国人都会 早晚餐准备给你的 一般你知道外国人早餐 就会吃得简单些 有时同学仔也可以将 晚餐吃剩的 或者煮多了的菜 去做一个lunch box 拿回到学校都可以 很多时外国人中午 都是吃三文治 所以他们一般来说 可以做一个三文治 拿回到第二早中午吃都可以 大多数在外国的家庭来说 他一个星期 只会买一两次食物 有时你知道香港人 或者跟外国人的生活文化 不一样 我会建议同学仔 跟他们一起去 尽量买多些水果 因为外国人 他们就不会说 有一些叫做热气的文化 就是不会有凉茶给你喝 简单来说 我就会建议同学仔 吃多些水果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常常中国人吃 他们的炸东西很容易有热气 有些家长就很聪明了 就说我买好一些清洁解读片 穿背散 去给他 行不行 可以的 我们中国人有我们中国人的方法 对吧 去到外国来说 住宿家庭一般 星期六日都可能 星期日 他们会有时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 一些东西 如果同学仔想体验他们的文化 都可以一起去参与 有时家庭里面也会有小朋友 他们也很希望你会教他小朋友一两句中文 其实是很好的文化交流 所以同学仔去到那边 当然除了读书之外 其实文化交流是比较好的 就不要说一放了学 就回到房间只睡觉 然后别人进来叫你吃饭 你才出去吃饭 那就不是很有礼貌 很多时同学仔去住宿家庭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他买一个小小的礼物 可能你知道中国人就说 人多 礼多就是人不怪 不是人多礼不怪 那就是礼多人不怪 那时候人家都会开心一些 那就会少了很多文化上面的一些糾纷 或者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 令到大家不习惯 那寄宿家庭也是一个很愉快的文化来的 也很希望那些家长或者同学仔 好好地在当中体验外国人的文化 更加可以读好书回来香港 或者在外国更加工作 都是对他百利而无一害 那很多时我们都会觉得 住住宿家庭甚至是会 比住宿舍多了一种文化上面的交流 那是不得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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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